毕业工签延长18个月 2023年即将工签到期的 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直接给自己续一个18个月的毕业工签 延长18个月的毕业工签 旅转工也延长了两年 这两折消息 我想今天给大家聊一下 有关于加拿大的旅转工或者旅转学 这个也是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 找我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到底选择旅转工吗 我还是选择旅转学 这两条路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文尼博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曼省的生活 以生活上的一些见闻 还没关注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最近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找我聊 特别是很多陪读妈妈 陪读家长们 就是说他们现在在犹豫 到底是旅转学还是旅转工 哪个更适合他们 哪条路更加稳 更加盛 今天我就想具体给大家聊一下 这个问题 旅转学和旅转工 到底是什么 他们两个的优缺点 都有哪些 因为我身边 我现在是在曼省 所以说我身边有很多很多旅转学 也现在也很多很多旅转工的人 从他们口中 我能得到的信息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那我今天就主要分为两点给大家聊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是旅转学 什么是旅转工 第二个就是旅转学 旅转工的优势和劣势 最后你们选择自己适合的路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先点个关注 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让他们来看一下 好了 那废话不多说 我具体给大家聊一下 什么是旅转学 什么是旅转工 旅转学是 因为加拿大旅游签 可以上短期的课程 他不需要学签 就是旅游签 他的最长时间是六个月 所以说这六个月 可以上短期的课程 不管你是学法语啊 学英语啊 可以上短期的课程 这个短期的课程是不需要学签的 因为在加拿大上学是需要学签 可是这个短期的课程 他不需要学签 所以说很多陪读妈妈 陪读家长们 他们做旅转学 先上一个短期课程 前置课程 就是网上说的前置课程 在当地申请当地学校的一个offer 再拿这个offer去申请学签 这个前置课程 他没有具体说多长时间 他肯定不会超过半年 因为超过半年 就必须得要当地的学签了 所以说短期课程 基本上在网上了解的一般 都是八个月的语言课 就是八周语言课 两个月的语言课 这个费用基本上就是一个月 一千多加币 两个月的话就是两千来加币 上完这个前置课程 你才可以申请offer 申请拿到offer 申请学签 这个就是加拿大旅转学的一个正常流程 有很多说我可不可以在加拿大做旅转学 我不读前置的语言课 你要是做正规的一个旅转学 你必须要读前置语言课 因为你是在加拿大境内去申请学签 你要是说我就是不想上这个前置语言课 可以的 那就是从加拿大海外递交学签了 就不是在加拿大境内的旅转学了 这个是其实前置课程 是旅转学的一个必经之路 所以说整个旅转学的一个流程 就是你必须得读一个前置语言课 这个语言课没有说标准 有很多说八周是怎么来的 八周就是说他的时间又不短 又不长能在这半年时间之内 给你完成一个旅转学的一个变更 一个月时间太短了 三个月对于你来说的时间 变更你这个旅游线变更 学签的话时间又太长了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大家 弄一个两个月的八周语言课 再去申请offer申请学签 这就是旅转学 旅转工说 旅转工其实已经实施两年了 在2022年我们华人才开始去慢慢去接受这个旅转工 说白了旅转工就是加拿大境内的雇主担保 他可也是 其实也是针对这一波有旅游先 其实很多都是陪读家长们 去转旅转工 很多人问 那我可不可以 不找中介 我直接去找一个雇主 让雇主给我弄一个贡献 我就直接工作了 第一个这个雇主是有要求的 必须得有劳工部批文 大家所了解的那个批文 这个Limia 它不是每个店都可以申请下来 它是按你的这个公司或者店面 一个ZM配比 还有你的效益 还有你的报税情况 和你经营情况 去申请这个劳工部批文的 所以说这个Limia 有了这个Limia 它才能配合你去申请这个工钱 所以说我在这里 我是觉得你要是自己去找雇主 让他去给你申请 工签 申请劳工部批文 首先问一下评价 就问一下自己有什么资格 去让雇主相信你 去好啊 就是说心甘情愿的去给你申请 无非就两点 一个你是在行业非常牛逼的一个人 他你会给他们 那后期带来一个很长的价格 的价值 非常高的价值 或者是前期 所以说像索拔来雇主担保 为什么那么贵的原因就是这 因为旅转工 雇主担保 他也是需要一个周期 他先打广告 申请批文 申请工签 整个下来也要小半年时间 甚至半年 半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他的这个时间周期 和旅转学和旅转工的时间周期 都差不多 不过旅转工 他的缩短时间 可以先申请好批文 基本上现在旅转工都是 索拔来中学少女已经有批文了 直接给你加名字资金工签了 这就是加拿大的旅转工 我就给大家具体聊一下旅转学 旅转工的 他的优劣势 这也是很多人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说完了 旅转学和旅转工是两拨人 好 两拨极端的人 做旅转学的 基本上不会做旅转工 做旅转工的他不care旅转学 这就是两批人 两批人的思维就是在于 第一个 钱 你有多少钱去办这个事 基本上做旅转学 旅转学的他没有做旅转工的 那边那拨人有钱 因为旅转工那拨的话 基本上有钱 他们更在乎的是时间的 一个就是把握仪 就是说白了 就是花钱买时间 做旅转工的 他不会去做旅转学 因为他觉得旅转学时间太长了 这个时间周期太长了 所以说这就是两拨人 那我具体给大家聊一下这个优势 优势和劣势 先来说一下旅转学的优势 旅转学的优势来说 他的花钱来 来看这两个旅转学和旅转工 整个花钱下来都大差不差 只是说旅转学的 花钱 他是周期性比较长 旅转工的花钱 来说周期 周期性比较短 整个花费 你可以细致算一下 大差不差 旅转学的优势 他可以获得加拿大的一个本地学历 很多人想利用这个本地学历 去再去找工作 不过我这边有告诉你一个实话 也破一盆冷损 你们要是上一年学 其实这一年 在加拿大本地 以这一年的学历 去找专业对口的工作 非常非常难找 因为说白了 你这一年你上学 也就上九个月 真正学你学不到什么的 就一脸懵的就出来了 你作为雇主 你会遭这批人吗 所有东西 你要换位思考一下 你在那雇主的一个角度上 你会去遭这些这批人吗 他旅转学 他可以获得一个本地的学历 第二个是 他的有一个缓冲适应阶段 因为旅转旅转学 说白了 在上学的途中 他都可以有一个适应 加拿大对加拿大生活 工作工作 就做个坚持 这些有一个缓慢的 一个适应阶段 第三个 他的花费是比较稳的 一步一步一步的 这样去花的 基本上你们旅转学的话 也就分开那几个 第一个是给中介的费用 第二个 就是给学校的费用 第三个 有可能到最后 给到雇主的费用 还是中介的费用 旅转工 它的优势是在于快 他确实是你还没上着 上着学 你们还在上学的时候 旅转学那些还在上学的时候 这个旅转工已经 差不多拿到工县去工作了 他确实在移民这上面 是非常非常快的 第二个是他可以直接申请健康卡 因为在曼上 我所说的在曼上 他的拿学线的是不能申请 加拿大健康卡 但是工县可以 学线和工县 他上了孩子都是免费可以免费上学的 只是这个工县和学线的时长 不要太短 有的学线时间太短了 人家教育局就非常非常不满意 就直接说 我不给你孩子免费上学 因为你的学线时间太短了 有的仅有十个月的学线 就悲剧了 其实时间短 就是拿身份时间短 它更大的风险点是在于 政策变更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只能往前 尽快的去走这条路 刘转工还有一个好处 说配偶工签 只要刘转工的这个人 拿到个风险式工签 直接可以给配偶去配偶工签 刘转学 只要你进了专业课 你就可以给配偶去配偶工签了 其实我们不管是刘转工 还是刘转工 他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拿到这个工签去工作 都是为了这个工签 一个是开放式工签 一个是封闭式工签 那我就说一下 他们的缺点 旅转学 他的工签是完全开放式的 所以说早工作 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他比旅转工的这个工签 自由度大得去了 因为他就是开放式工签 你可以任意早工作 不过旅转工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封闭式工签 他只能给这个工签 那个雇主打工 所以说旅转工 他的最大缺点是这个雇主 到底怎么样 他能不能很好的去配合你 不过旅转学拿到的 不管是配偶工签 还是那个毕业工签 他确实是开放式工签 他有个风险点 在你的开放式工签是多久 你要是说你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就一年 那我们在曼省拿三万 基本上需要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 你中间需要雇主给你 续封闭式工签 他给你续不续 这就是里面有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延续你的工签 延续你的工签有三种情况 一个你可以直接拿到联邦号 就是我们通过了省提名 省提名并且下来 我们提交了联邦拿到联邦号 我们可以拿到联邦号 直接去续一个开放式工签 就是大家所了解的桥梁式工签 不过这个很难卡到这个点 因为时间太长了 这一年里面 我们半年在曼省的话 我们半年我才能递交 我省提名省批的话 再去省批啊什么的 有可能你这一年刚递交完联邦 联邦号没下来 第二个情况就是 让雇主给你开封闭式工签 给你续封闭式工签 是非常简单的 不需要雇主什么立面啊什么的 他只需要你的省提名 知识信 你已经在办省提名了 是对于雇主来说的话 是非常简单的 就看这个雇主愿不愿意给你申请了 第三种情况 因为你是拿的配偶工签 你可以你这个爱人在上学 他毕业 找到了工作 他还可以再给你接着去 配偶工签 第一种 第二种和第三种 第二种是建的 特别多的 让雇主给你续封闭式工签 就是开放式 转成封闭式了 流转学来说 他的要求 语言要求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目的是为了进专业课 给配偶续 配偶工签 还有一个你毕业 因为在曼省 他的这些学校 基本上语言要求都要6.5了 你要考个三四分 你要预估一下 你什么时候能进专业课 什么时候能进专业课 就代表着你什么时候能 配偶系 配偶工签 能毕业 所以说这个语言要求是 相对来说 非常非常高的 他还有一个 基本上在曼省 做旅转学的都是 很多很多都是福西双达 曼省福西双达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所以说他需要 夫妻两个人的配合 一个人上学 一个人去拿配偶工签去工作 这也有好处 也有坏处 好处是 我一家可以团聚了 坏处是 要是你爱人 想着在国内挣钱 那要完全靠你自己 那就要等 等着你自己拿生 要是上一年 需要很顺利 上一年 需要三年半的左右时间 但是旅转工也有很多 劣势 第一个是花费 花费的话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他花费基本上就是在 在半年 把这钱 差不多现在旅转工价格的话 就是七万加币左右 有高有低 就看有的职位啊 什么的 就大概 是这个花费 他就是基本上 你拿到工线 钱已经付了 大差不差了 所以说很多人 不可理解说 我还没拿到身份 为什么这个钱 付这么多 基本上就是说 他刚给你拿到身份 拿到工线 作为中纪了 他已经没办法限制你了 你拿到后面 拿到身份 你把那钱不给他 也就 我见过 那种直接 直接 拿到身份 就撂条子了 不给中纪钱了 也见过这种 所以说 中纪是为了 我能利益最大化 我能给你拿到工线了 那我稍微都百分七八十八九十 你要给到我了 就这样 还有一个风险是 很多在网上说的是买卖工作 这也是他的一个风险 还有一个 其实中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这个中纪靠谱靠谱 你们不用担心 这雇主靠谱靠谱 因为雇主和中纪是在 在那一条线上 只要考虑这个中纪怎么样了 这个雇主是完全是听中纪的 除非他俩没有什么利益来往 这个雇主只是 说我就需要这个人 他要有经常的来往 你就看这个中纪到底怎么样了 不用看雇主 有很多人说雇主啊 剥削什么的 他都是和听这个中纪的 他和你是没有什么利益充足的 所以说一个旅转公 今天给大家聊了里面很多的细节 就看自己 其实就两点 说到底就两点 一个是钱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第二个 英语 雅思 你的雅思去考个三十分 甚至两三分 你让你去做旅转学 真的不太适合 你要说有个5.5 6分做旅转学 好压力不大 就去 你要这个英语是 你决定你俩走哪条路的一个关键点 英语不好的 真的在原本里面非常非常痛苦的 我这边很多很多粉丝啊朋友啊 他们 因为基本上做这种 刘长工的都是这种陪同妈妈什么的 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他们上学对他们来说 因为已经过了上学的那个年龄队了 所以说这里 这对于他们来说 上学真的有 有很多人 对上学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不过旅转工来说 他的风险点 第一个是费用比较高 他的周期比较短费用 第二个就看你找到这个中学 到底怎么样 去决定你能不能完全的走下去 第三个就是像大家 网上所说的 有一个买卖工作的一个 一个风险 这个其实就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 好了那咱今天就聊到这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点赞 拜拜